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.4.37 2018年7月21日15.01分57秒 播放流水3C93219A37F12177DFC5CC0CED618BF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市民观看完整版式锦赛国语锁定或双冠军 时预期横扫全龙进决赛 按住画面 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RPUSHVDT07468RTM9QIMGHTTPNOOZGTIMG.COMNOOZAPLS 0469192 3190 6404800 Gate视频 世界赛国语锁一获双冠军 时预期横扫尘龙进决赛 时长约1分14秒 腾讯体育室 北京时间8月5日 2018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在南京进行到收官日 头号种子正四为黄雅琼 在获双决赛直落两局以2比0 21-17 21-19 0封队友王一律黄东平斩获冠军 央视主持人张胜点评 郑思维 黄雅琼进攻节奏更快 控制中前半场能力更强并且在发揭发环节更稳定 王一律黄东平的问题体现在失误偏多 解说嘉宾王林称在黄雅琼防守质量好能够形成反击 张胜介绍郑思维黄雅琼过招 王一律黄东平的历史战绩 导致四战全胜 王林认为王一律黄东平在市井赛的状态也非常好 当然对于这个混双冠军同样很渴望 谈起两队组合的技术特点 王林之言对思维黄雅琼优势在于发揭发 抽球和快挡 王一律黄东平的技术更为全面 同时攻防实力更强 关键点在于女队员能否给男队员创造机会 特别是前半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张胜称赞 黄雅琼连贯跟进和郑思维 连续杀球领先到2比0 王一律正手推对角送到对方板守卫 黄东平衙直线犯超4-3开始回球下网被追平 郑思维和黄甲琼连番折杀黄东平到5-4 王林介绍即便是对角线 也会重点攻击女选手 王一律多拍追杀黄甲琼 但关键分杀出界到7-6 王林点评双方法挥得的不错 源于树西球路 王一律申请一面挑战显示出界 再被正思维偷袭到6-9 张胜直言身高低长的王一律 处理中路球6显撤离 郑思维黄亚琼在第一局中段 体现出速度和力量优势 王一律对黄亚琼杀直线 和黄东平清掉落点破近到9-10 郑思维揭发球直接推压 以11比9领先进入间线 黄亚琼利用比赛始终提醒郑思维注意事项 张胜是以黄亚琼是这队混双的抢杀核心 王林补充男选手出球需要顾忌约选手防守 对于王一律揭发球失误表示遗憾 黄亚琼连续回球下网游15-10被林追3分 王林直言略显犹豫 并且出手质量不高 郑思维主动反派推压 获赞处理球聪明 携手黄亚琼化被动为主动 迫使黄东平下球下网制式激抗13 张胜直言定思维 黄亚琼控制中前半场能力更强 王林坦言黄亚琼防守质量好 并且能够形成反击 郑思维揭发球直线扣杀 和推压领先直点20-17 并且利用王一律回球直接出界 先上到21-17 郑思维在第二直挑队脚线直接出界 随即加速猛杀 黄东平脚下追平1-1 王林坦即黄东平防守过头顶球失误 谴言可以由身后的王一律来处理更合理 郑思维重杀被王一律推大出界的5-2 张胜认为郑思维黄亚琼进攻节奏更快 王林希望王一律防东平多创造进攻机会 在中前场不占优时可以结合拉开球 黄东平和王一律想求防守失误 并从4-5追平机会化为泡影 王一律发球被郑思维直接推压得分 黄东平在发球过高 为郑思维扑杀到7-9 王林点平两人发球手感不太好 并且思路不清晰 这可能与郑思维 王雅琼接发球质量高有关 王一律后场于越防守漏球到8-13 张胜直言他想后场杀球到前排形成双压 却被黄东平把手顶回来不发乱远 却导致进攻的一些下降 王一律在9-14杀球追回一番 王林点平这组连挂杀球有效果 黄雅琼登开不回球下望和揭发球出界 黄东平平重发球偷落点破镜 到13-14 他急阵思维为什么后场连续越起进攻机会更多 王林是以黄雅琼高质量防守 令王叶律进攻的自信心受挫 19-19时由郑思维连续中杀和批掉黄东平领先冠军点 并且凭借王叶律回球出界 以21-19锁定胜局 张胜称在郑思维在关键时刻 敢于主动变携奏 在出现位置不好的时候尝试变扣位掉 张胜复盘混双决赛 在全场坦延第二局的质量要高于第一局 王叶律黄东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事物有点多 反观正思维黄雅琼 在发揭发环节更稳定 王林在赛后对于屈居亚军的王叶律黄东平表示祝贺 局员国语混双之所以能够包揽金银牌 也是得益于王叶律黄东平一路过关斩下 把外国顶级组合淘汰 将盛总结果与赛混双位置处于领先 缘于女选手综合实力更强 于群波